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市场过度揣测 过度揣测四太是怎样 现在有什么揣测 过度揣测 过度揣测 对于市场是怎样 对于四太是怎样 我觉得是过度揣测 他们会觉得以防媒潮 四太是十姑娘第二 要靠边站 我看这个状况就是这样 其实legitimacy从来都在以防 何超瓶拿着信德 因为信德已经是等于杭生的一半 他只有一半是信德 拿着信德 拿着MGM 还有何游龙拿着 何游龙拿着王冠 然后奥博每个人都有份 每一房都有份 其实很明显 那些钱都是在以防 都是在他身上的 但我想问 我作为一个完全不知头不知头的人 为何异防会是最得西方人 他自己说 他说明 维基百科都说 异防男庆已经是平妻 对不对 人家有力itimacy 究竟一个力itimacy在哪裏 是由男人想的 正统性在哪裏 当然由皇帝决定 我们这些使官或百姓 没有接受这个事 但是客官的事实就是他们是这样的 但是 这个就是我听到的 就是何超奇不是一个很大野心的人 即是不是说 他现在首富 即是不会说 我要西藏李嘉诚 控制些什麽 即是MGM他很大程度上 他都是很free hand 给别人管 可能大事他会理回 他不是那麽实正 他不是那麽实正 他自己都不是一个很 很濫权的人 即是好人 是绝对是好人 尤其是好人 很多朋友都很熟 因为 他当然 他几好人 你那个是一个组业 你组业 你一定是想他做得好的 那现在是否他觉得十姑娘做得不好 现在不是十姑娘 不是 现在是四姨太 是不是说四姨太做得不好 我现在先不要说四姨太做得不好 第一就是 报道说如果他们是搞定了股权 对于申请新赌牌是有好处的 这是一个事实 第二就是很多人忽略了 就是说你经常以为和霍家结盟 第一 何家从来都和霍家结盟 第二就是 何家从来都和霍家结盟 更加何况 现在 他几个霍老死了 本来做董事总监理接了 叶瀚首夫、郑月彤、佟叔 亦都死了 不过佟叔是做主席 至少 那个主席 所以杭生自己做主席 杭生自己做主席 但杭生现在已经不能事事了 90多岁 就是已经是年纪太大 都应该是享清福的时候 所以整件事 他们都要安保整个阵势 是很正常的事 杭生或者他不再 他辞了主席 究竟应该是哪一个做呢 应该怎么办 他共同做两大股东 亦都是乘机和霍家 霍家之前和他们不合 收好 整件事是很正常的 所以我觉得 报纸报道很过度揣测 但是 我想大家都希望 澳门赌场是做得好些 就是说普京赌场 就是他们 不是大家 我们没所谓 老实说 老实说 我们去金沙区 去墓洪金 就是一鬼样 有什么分别 自从超过一个赌牌之后 何鸿昌的赌场做得好 已经不是绝对 但不是对我们 但是他们有 事实上 第二个客观的事实就是 普京 就是说他们澳博的市场 市场是在缩锁 而这个是大家关心的 假设如果澳博的市场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我相信 整件事 是会 现有的管理层 会是很稳定的 但是因为 现在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的市场 一直下跌 那我们要由人事新锋 那我想 多少他们都会 尤其是现在 是新锋牌 再有什么 又是可能 大家会要求多些娱乐 或者可能 要求一些 和爷爷的政治会 关系搞得好些 那大家都希望 执政些来做 就是将整个澳博 整个澳博 因为澳博 他最大事的地方 就是他本来很好的 但是 当你时间这么长的时候 你有很多职责 有个老人士 有很多要改进的 其实已经改了很多 因为我记得以前 那些人经常说 普京那些 可观就特别 就是客人争 态度又衰 又专门 又专门 没问过你 又要抽你水 这些在竞争之下 都改善了 在竞争之下 已经没有了 在竞争之下 已经没有了 但是 都是不够多 就是变得不够快 那很明显 你只是看数字 看数字 数字 你是缩锁的时候 大家都会紧张 这件事 还有我怀疑 我没有看盘账 我怀疑 澳博的profit margin 即不是在市场 那的profit margin 是低的 因为他有很多打马 他很多时候 靠你agent去做 你和你直接去做 agent agent越多的时候 你的profit就越低 对吧 即是他的profit margin 我没有看盘账 但是我怀疑 他的profit margin 是低的 澳博 大家作为一个 都对他有感情 我对他有感情 因为我们这么难度 我这么难度的人 我是希望他 我是希望执好一点 是 所以 所以 问题是 他是这么多赌场之中 最需要改革 而这么多赌场之中 他应该都是 最确定能够 可以留在逐牌 我想在逐牌之際 他们都要执好东西 proposal 写好一点 去做 我想这个是 所谓reunion的真正意义 何超奇 作为何家大女 应该这是他的责任 我不认为他是 真的有一个权力很大的 至少我个人 我好熟悉的朋友 都这么和我说 所以 我觉得他也是想家庭好一点 总结来说 其实我是一般外人 我看的是 以为四姨太 一直都打着 蒲京的色仔 但实际上 其实真正的 控制权是 何超奇 你是CEO 你当然是打着色仔 我不想过是控制权 你是CEO 现在上面的人 不管 你要交货 交货好 你便是一世上的CEO 之所以 何超奇 会和霍家 重组 这个联盟 可能最主要的原因 不是权力斗争 反而就是希望可以提升业势 即是收拾好一点 是 而且大家 两个家庭 都是无谓的 两个大家族 上一代的事情都完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好 这一节就到这里